对于夫妻俩的共同财产,不是一方想花就可以花的。 有时候,花夫妻俩的共同财产,是需要双方都需要同意的,也就是说,夫妻俩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,双方是具有平等的权利的,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上,在非日常生活中的重大财产决定时,更需要平等的协商才可以。 婚姻法第十七条有夫妻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,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,其实有两层含义,一、夫妻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,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,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,比方说,平时生活中的买米,买个衣服,生活用品之类的,只要有一方决定就可以了。 二、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,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,夫妻双。 . 。 。 -。 -。 。 -。 -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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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